牽手牽手行愿五十音乐会 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演出 上台演艺的志工 有人专程回台湾学习 也有母子党一起投入 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父母恩仲南报经 纽约地区35位志工同台演艺 张翠玲和儿子共同参与其中 儿子是妈妈的好棒手 有的时候学完之后回到家 真的是怎么想想 目前是威廉姆告诉我 忘记了 最记得的那句就是 父母哺育很谨慎 实在真正了解妈妈工作的辛苦 是大学第三年的时候 那一年她用手术 想说她身上背着伤口 每天要这样去上班 五一天工作至少八九个小时 有时候晚上十一点睡觉前 还要打电话去联络事情 看到这个情况之下觉得说 我这个做儿子是不是 可以做点什么事情 能不能弥补什么 所以这样子接送才开始 是我的福报 就是他们能够听话 能够体恤父母的辛苦 庆祝慈祭五十年 也是纽约分会成立二十五周年 在林肯中心将举办音乐会活动 除了演艺佛典 中古其名更是重要的开场 端季度是特地回台湾学习 我既然是一个种子 我每个细节 我都要抓得很好 把这个精髓我都要抓得到 然后回来才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他是身段可以换得很柔和很柔和 他很放得下 不但施舍时间还施舍金钱 要不是他学了 我这个心还放不下 他是运动用品店的老板 但常常为了做慈祭式 再忙都要抽出时间来 海外震灾也都看得到他的身影 这场音乐会他当然不缺席 不管说我们碰到什么样的风浪 我们一条心 我们可以照上人所讲的 我们不但是要做大传师 我们还要应在众生 实际50年 纽约25周年 我们对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加油 大约新闻周四月 许凯明 陈振轩 美国报道